台詩當然畫的時候也不知道那麼多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過去所修煉的事是內觀 就是向你看 通過自己的內心看這個世界了悟人生 那後來我逐漸發現 不知不覺的狀態下 由內視到畫畫轉變成為外視 就是沒有內觀與外觀的區別 比如很多東西在高強光下 我突然就像閃光一樣 所有圖像在我的眼睛出現 高強光下我全是白的 這個按平常人看這個白的是花眼的 是無法辨別任何東西的 在那畫面更淺 全是白的 白的又是白的 那你什麼都看不到 但我進去就是突然一下他就看到了 整個都變了 就是無為 武師 武相 瞬間 啪 打開了 他看了這個畫茫然一片 猶如一片白布 但是這片白布 有韻 有氣 他也是看不到 但會有感 有誰 這就是空或是 有誰 有氣在運行 有誰在移動 他不是一塊白布 然後這個畫就出使他 也像我一樣走這個過程 把身心放鬆 自虛守盡 但是這一切都是在他未覺察的狀態 所以進入的瞬間回到內心 這一切的先決條件就是無為 原本從這兒就發現 我與這個社會是分離的 我自己是痛苦的 是陰沉的 就是在那夜晚看見 突然一下 把大一個人收 這是我 很無聊 跟人家聊了一半夜 我有時候半夜12點7 把朋友敲心起來 我們抽一句的濫言 然後走回去覺得非常無聊 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是非常無聊的事情 無論是專業或其他的 都是很無聊的 太陽一看就是這種景色 這個世界都靜悉了 只有幾個清潔工在地下掃地 我發現我的世界就是這個世界 我與這個世界都不相問我 這是最糟的 那個是痛苦的時期 後來呢 進入了到鍋鼻湯 跟他們去所謂 收集素材 去考察的時候呢 突然發現 因為他們都性高采的 因為我都圓餘寡犯 在後面走走走走 突然這個跨的自然裡面 是我為之一載 方無人己 飛沙造勢 枯草淋漓 或者說隨時累累 那個無極的鍋鼻湯 那個狀況 就是我的心境 就是我的 人生的 當時的這個態度 也沒有道理 就是覺得它是我 所以說 不忍耐 我去的 那邊 有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